天喜让人很感动的就是他说过一个 海绵宝宝和派大新是永远的好朋友 是不是你说的 好久好久以前说的 好久以前说的 现在还是吧 他们是永远的朋友 当然是 我觉得听到那个话的时候 好久一开始不懂嘛 然后后来知道什么意思 对我们其实我们都不懂 我们这开始都不懂 然后天喜跟我们俩讲 什么啊 这开始不是咱们仨一起说的吗 是吗 来了 被出卖 那反正我们三个人都懂了 我就是觉得还挺感动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像情谊一样 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自己知道就行 对 其实拿出来说也不太好说 你一定要说比如说三个人情谊有多好 你拿出来到外面说 可能别人感觉不到 这种东西就自己知道就行 最后小青 小青今天在这里跟你讲个笑话 从此还没把我和拍她生成了永远的朋友 从此还没把我和拍她生成了永远的朋友